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豪公开课 上次我们讲了故宫里的那些锅子 这次我们来讲讲历史书里的正统 说了好几次的正统 统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有想过吗 从字元上来看统是指蚕丝的线头 所以可以引申为开端 这一点跟另外一个字记很像 所以在古代史书当中 帝王的传记都叫做本记或是简称为记 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就是正统的象征 这种传统是从司马迁写史记开始的 因为事关重大所以后来始终都沿用 后来的二十四史里面都是用本记 作为帝王传记的标题的 再来顺便解释一下 中国传统的金石子旗是什么意思 你要懂这个牌序而且懂它的基本含义 才有办法把这个观念搞清楚 我先说金 金是国家政策规范 你可以理解为古中国的宪法 在古中国懂得金是什么意思的人 就有资格讨论国家大事 不过你千万不要以为说 我懂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 我能背几句话就行了 那不行 你基本上要把这五金九金 甚至十三金里面的某一金 都滚瓜烂熟的能倒背能墨写 而且你还能知道每个字的基本含义 还能够讲得头头是道 才有办法讨论国家大事 至于金到底有几本 我刚刚念的那五金九金十三金 到底是写了什么 那是一个更大的学问 这以后我们有空再说吧 再来史是什么 史就是国家官方档案 你可以理解为古中国的行政院档案 对外的朋友可以理解为国务院档案 这两者都是国家级的资料 一般人是不能随便碰的 更不能随便讨论 不然会出事 你不能说我开心 我在自己家写一本历史书 那是不行 像我今天这种在网络上 可以随便写写我自己想看的历史 那是21世纪的时候才有的特权 古中国是绝对不可 在自己家里写历史是要掉脑袋的事 那子是什么呢 子是重要学者的专注 注意哦 这是一个专门的主题的论注 你可以理解为是中研院的研究报告 这种研究报告包括了朱子百家 包括了世道各种宗教的专注 它会影响人的思想 所以也不能轻忽 但它终究没有上升到国家级档案 或是国家级政策的地位 所以它排在第三 那集是什么呢 集就是私人学者的著作集 就是现在满坑满谷各种畅销书 当然不畅销的也有 顺带一提啊我们今天非常习惯 尤其是几十年前台湾就已经有一种用甲乙丙丁来打分数的排序 本来甲乙丙就是天干啊就是一二三四好像也没有人说甲特别重要丁特别不重要 但是呢在台湾的考基里面打甲等就是最好的 打丁等就很糟糕 请问这个甲乙丙丁的重要顺序的观念源自于哪里 就源自于金石子集的排序 原始的义文字里面说啊 五金是甲 实际是以诸子为丙 师父为丁 而金石子集之次始定 意思就是说呢 因为金石子集的地位是由上到下的 所以甲乙丙丁呢也从原来的一二三四这个意思 变成了好到越来越不好这样的排列顺序 好 来历说清楚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历史该怎么写 对正统历史该怎么写 你记住这个标题啊 最早历史不是写给你看 最早历史呢 是龟甲兽谷上刻的那些符号 就是甲骨文 受限于器材的物理属性 写起来一定是不能口语化的 否则的话你就是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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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这怎么刻啊 这刻这东西谁受了 所以他一定是简洁明了 最早历史都因为这个原因写得非常冷冰冰 完全没有跌宕起伏波兰壮阔的情节 因为书写工具限定了这一点 后来虽然书写工具进化到了毛笔加竹木简 可以用毛笔写在竹木简上轻松太多了 但是这个书写语法的习惯就保留下来了 而且说实在的啦 竹木简呢数量也有限 你不能随便写 像今天那种网文动不动写 几十万字上百万字上千万字的 你用竹木简写那恨不得能盖出一座皇宫的书量 那谁受得了 春秋是怎么写的呢 我们来把春秋的第一年的第一段里面的第一句话拿出来 下五月 郑伯克断于烟 这就是历史 非常有名的春秋的历史 可是这是什么意思啊 意思是呢 夏天五月份的时候 郑伯国军在烟这个地方把一个叫做断的人给击败了 就这样子 请问这有什么前因后果吗 没有 有什么解释吗 没有 有什么情感吗 没有 啥都没有 所以没什么人看来懂 虽然写得非常简单明了 人是实地无权说了 但是呢也等于什么都没说 所以这种历史呢根本就不是给一般人看 一般人看这根本看不懂 本来啊这也不是什么问题 因为历史本来就不是一般人可以学的 真正需要学历史的那些人是统治阶层 那他自然会有专门的人帮助他用口语解说 又补充故事的方式讲完 所以他只需要这种档案形态的历史 因为只要把每个年份里的重大事件简明2要记下来 就够了写那么多干嘛咧 那反正需要懂的人呢自然有办法会懂的 那那些没资格懂的人呢那看不懂最好 所以那些希望以死为贱的人是贵族不是平常人 平常人是没资格学历史的这是古代的情况 这也就是为什么秦始皇以为烧掉史书 就没有人可以追踪过往的原因了 因为我把这些顺序给你打断掉你就没了 研究历史的这种观念本来就不应该存在在普通的脑海里面 只要堵住那些贵族的嘴把这些档案全部烧掉 从此天下太平再也没有人可以议论我啦 这就是秦始皇的想法 当然啦他不知道他死了以后秦始皇没有得那么快 假如秦始皇再活个三四十年 真的把那些真的脑海里面还有历史观念的人都熬死了 搞不好天下就真的平定了 那么历史是什么时候才开始变成大家可以朗朗上口 拿来闲扯淡聊天甚至拿来以古论经 像我这样子到处评论的呢 那要得到宋朝以后尤其是南宋 因为当时民间说书的人会开始接触大众 因为那时候呢他们也开始以此为生 变成大众最早的历史老师 就像我现在在做的事情一样 我一边说故事呢一边请大家赏赐点茶水钱 养家糊口 就像郭德当常说的嘛 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 也希望大家可以赏赐一点 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好 那日积月累呢 这些说书人说着说着呢 就注入灵魂 越说越来劲 就把那些本来生僻冷硬的历史 变得快是人口的故事 三国 说唐 杨家将 说月 水湖 全部都拿出来了 越说越有意思 而且呢 加油添醋 说得生动活泼 所以从此以后 历史就从贵族专有的知识 变成了大家共有的记忆了 那如此一来呢 他也加进了大量的情感想象 也变成了有特定取向的概念 所以读历史就变成了能影响人心的 新的统治工具 所以啦 讲历史就必须再度接受管制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的课本 都必须有一些经过审定标准的过程 很简单嘛 历史书不能随便写 今天的课本其实就是传播历史的一个 最主要的官方管道 所以历史呢 从此从贵族政治精英的学问 变成了更大的现实意义了 今天这种民族国家的时代 透过历史课本来塑造 国民共同的历史记忆 是最正常不过的统治工具 后来的统治者 无论是要创改历史还是保存历史 其实目的都是为了安定人心 在统治者眼中历史该怎么写 是有政治正确的标准的 不是你可以随便决定的喔 不过现在问题来了 什么才叫政治正确呢 通常啊就是宣传我这个政权 拥有超级的合法性 而别人都是伪政权 所以历史必须用这种方法来调整 这就说到了谁是正统这个问题 这是传统历史学里面最重要的观念 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呢 就要依靠我们在上一集中所说的 春秋公羊传这个观念啦 不过这套学位我们在上一集说过了 不重复你有兴趣可以回到上一集去看 现在我们再来谈谈具体来说 古代史书该怎么写 当然啦一小集节目怎么可能讲完 全部古代史书 所以我们直接找一个大家最熟悉的 最近演证度比较高的史书来说 给你想一想我会讲哪一部 你应该可以猜得出来吧 三国志 大家都知道三国志跟三国演义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正史一个是小说 但这大家都知道我并不想说这个 我要说的是这两本书的性质 从根本上就不一样 而且为什么标题是 其实本来没有三国志 你再听个几分钟就知道为什么 三国演义成书于明朝 对明朝人来说 三国历史是遥远的古代史 差不多距离他们一千年以上 一千两三百年 所以聊里面的内容 根本没有什么政治风险 是曹操还是孙权 刘备又怎么样了 随便聊吧 但是三国志成书于西晋 对于西晋时代的人 三国的历史是非常非常近的近代史 近到什么程度呢 写三国志的作者叫陈寿 他本来是蜀国人 在后祖刘善的时代他还当过官 他是实际上的从政者 后来西晋变到蜀国之后 陈寿又做了西晋的官 为什么呢 因为陈寿的老师乔州 就是最大的投降派 他后来就跟他的老师 一起混到晋国的政治圈里去 所以三国志其实是承受 亲身经历的那一段历史 里面很多人物呢 要嘛跟陈寿有往来 或是他听说过 编写一部跟现实距离如此近的近代史 很危险 涉及的人和事会格外的敏感 尤其陈寿既然已经是晋朝人 他就必须要考虑到政治正确这件事情 那晋的政治正确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讲讲写历史的本质 二十四史除了史记写汉武帝之外 都属于后朝为前朝修史 所以写历史的本质其实是定义 前面那个朝代是什么家伙 还有定义我们是怎么上台的 所以最重要政治问题就是啊 我们的建国过程 负责写历史的人 必须在历史故事当中呢 把本朝的历史故事 尤其是建国的部分 写的很正当不然就是他天大火 那最安全的方法是什么 使用这个绝招天寿法 所以你翻翻二十四史 通常开国皇帝 都有一些非常神奇的故事 通常都不是他爸爸亲生的 都是他妈妈吃了个什么鸟蛋 踩了什么巨人的脚印 不然就生下来的时候 什么屋内放红光 搞得跟七彩霓虹灯一样的 那些其实都是写历史的人 为了自保而刻意编造出来的故事 就像什么国父可以看鱼儿逆流而上 或是蒋公看鱼儿逆流而上 蒋公看螃蟹直走 反正这种故事越多越好 因为这越多越安全 你要知道写历史的人都是一些人 看了几百上千部档案的人 还不知道什么是人情事故吗 他怎么可能相信那种 神神鬼鬼的鬼话 原因是因为这样写最安全 把我们的开国皇帝写的神武英明 伟大超级正确天赋异禀的 这样子一来 我朝得天下就超级正当了 那前朝垮台不就理所当然了吗 而众所周知 中国历史上不同朝代 都有不同的建国方式 这些不同的建国方式 会带来不同的历史书写方式 我们就说说我们这段讲的禁朝 在禁的建国历程中 有一个很不堪的部分就是篡位 欺负人家孤儿寡母 而更有意思的是呢 被篡的那个朝位 也干过一样的事情 他也欺负人家孤儿寡母 所以写这段历史人 就必须把这两段看起来 像是连续去重播的历史 写得非常光明正大 但是这实在太困难了 因为大致的剧情是这样子 东汉皇室衰落 朝朝掌握大权 最后朝批串东汉 几十年之后 朝位皇室衰落 司马家族掌握大权 最后司马延 串朝位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如果你想强调禁衡正当 又必须连带强调朝位很正当 你敢批评朝位 那你等于在骂禁 因为禁所做的事情 跟朝位一毛一样 这样一来 就等于在史书中定下了一个 朝位才是正统的标准 所以虽然你是在西晋时代 写前朝的历史 写未属无 但是你不能够随便写 你必须把朝位设定为正统 这在史书中就是一个明确的标准 你不要以为这是小事喔 因为后来中国又多次分裂 南北宋 所以呢 这种潜力就变成了先例 而且就变成了不可动摇的惯例了 不过承受也有一个史学家 要面对的专业问题 这也是后来所有替王朝写历史人 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就是正确性跟真实性的矛盾 想想吴涵写朱元章传 可以想象 那什么是正确性呢 从名义上来说 汉 魏 晋 三朝一脉相承 如果你要确保晋的正统性 你要承认汉这没问题 接下来你要承认魏 因为如果没有魏哪来的晋呢 那承认了朝魏的正当性呢 就等于意味着 你必须取消蜀汉跟东吴政权的正当性 因为不可能有三个正当性 我们上集讲过正统 要大一统 只有一个一统能大 另外两个是小统 所以必须要拆开 这也就是说呢 蜀汉和东吴只能是魏朝时期的割据政权 他们都坏人是乱成贼子啊 但如果真的全盘照这样来写的话 又太不顾事实了 毕竟承受是亲生生活过蜀汉呢 他不太能够扭曲事实 因为说实在的 这也有点自己的职业风苦问题 那怎么办 承受有个好方法 承受其实写了三本书 对你没听错 承受写的是三部书 承受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想过写一部三国志 他写的是魏书属书跟无书 不是属书是属书 那这样够政治正确吗 只是分三本可以吗 我告诉你非常可以 因为刘备的政权 他的历史叫属书 而不叫属汉书 去了汉就代表不是正统 再来 只有魏书的皇帝列本记 还记得这个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说的吗 记跟统一样都是开端 也就是说他就象征着正统 而属跟无的国家的皇帝呢 只能记在列传里面 所以啊 刘备的传记不叫昭烈帝本记 叫这个就出事了 要叫先祖传 更有意思的是呢 属书的开端不是先祖传 并不是从刘备开始写 所以刘备不是开国皇帝 而是把在刘备之前 就割据四川的刘烟跟刘彰 两个人传记 再写在前面 这更有意思 这就好像 在台湾呢 你不把蒋宗正搬迁来台 那个中华民国的政权当做开始 在前面先写了一大堆 荷兰人啊 郑成功啊 什么清朝啊 然后再又写了日本的同志 学生读了这么一大串之后 自然就不会认为 中华民国是什么开国政权 他就觉得台湾历史上 什么政权都有 这样一来就可以 稀释掉正当性 这招很厉害 这种不合理的写法 其实就是为了稀释 蜀汉的正统性 把它去正统化 这就是古代写史书的人 最在意的问题 因为这个写错是要掉脑袋的 那么大概什么时候 才出现三国志呢 大概到宋朝以后 这三部书才合刊 为一本书叫三国志 全部纳入正史系统 为什么 因为到了宋朝 这已经是非常遥远的过去 无所谓了 当初那些很敏感的意识形态问题 都不那么敏感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尤其是到了南宋以后 因为不管是北宋还是南宋 他北边都压着一个 比他强大的政权 北宋北边压这个辽 南宋北边压这个金 所以宋的人天然会讨厌 北边的曹操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会把自己 带入南方的蜀或是蜀 所以你在书东坡的诗文里面会读到 书东坡曾经观察到 小朋友会在路边蹲着听 说书先生说那个 曹操跟刘备的战争的故事 说赤壁之战 说到刘备拜兴也走凡城的时候 小朋友都哭了 然后说到曹操大败歌须气袍 然后曹操被官员长议事的时候 大家都哈哈大笑 看到曹操很惨就很爽 所以三国演义里面写那个曹操拜走华龙道的时候 才会写的那么戏剧化 曹操就被 被系统化成一个智障的典型 就是那种尖雄自满 但是呢每次哈哈大笑 就出来一个人打他一巴掌 这其实都是说书先生编出来的 符合观众情绪 因为这样才能得到赏赐啊 要投币三连按赞 那这个好像讲太远了吧 好吧 就像现在对岸啊 已经不怎么忌讳宣传中华民国的贡献 比如说拍个八百壮士 就可以把中华民国的国军抗日的时候 讲的还蛮正当的 以前是不太可能 虽然以前大家也不会否认国军抗日 但嘴巴就是不说 现在就可以说了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已经不那么在乎中华民国 你已经是历史了 当然啦这是对岸的立场 对岸甚至把中华民国史书都已经编好了 对对对所以现在其实 理论上有25史跟26史 第25史是青史稿 那第26史呢 第26史就是中华民国历史 你上网查一查 中华民国历史这么大一套啊 好 接着我们来研究一下 刘备是怎么解决正统性问题的 看过之前的讨论你应该明白啊 正统性是古代意识形态的核武器 它可以影响人心 是所有搞政治的人不可或缺的 刘备当然明白这一点 所以在承受写三国之之前的几十年 在三方政治势力还在斗争的时候呢 刘备当然是不会轻易的把正统性让给朝卫啊 否则的话他算什么呢 他必须要缓急 那缓急的方法也很直觉 就是号称自己是汉氏中卿 因为这样正统性就会回到自己这边啦 刘备在朝卫称帝之后 马上以汉朝的真正继承人自居 甚至于还对外宣传说汉先帝已经被害死 事实上汉先帝并没有死 他不管我说你死了就死了 然后刘备果断称帝 注意哈刘备称的是汉帝不是属帝 这中间的差别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 中华民国跟台湾之间的差别 刘备的公开说法是 我接续汉先帝当汉朝皇帝 然后宣传汉先帝已经死了 那汉先帝其实没有死 不过不重要 我说你死了就死了 刘备说我是从汉朝皇族的旁支 过来入计大统 这是没问题的 向天下人宣告 汉朝没灭亡我还在 曹丕建立的位 是一个篡夺来的非法政权 是伪政权啊 在中国政治动论当中 宣称对方是伪政权是超级重要的 说他法统不正 是人神共分的割据政权 曹丕是乱臣賊死人 这个朱姿我们比统治们起来吧 北伐吧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你要知道当初刘备的称帝公文 就公布出来的那个官方文件 写的非常巧妙 他把王莽拿来对比朝氏父子 说当初王莽串夺了汉朝 所以呢皇族远亲 刘秀恢复了汉朝江山 现在我就当年的刘秀啦 所以这么一说正统性 基本上就合理了 要知道 后来啊 匈奴所建立的那个汉 对他也叫自己是汉 匈奴为什么能叫自己是汉呢 因为匈奴在勇家之后以后灭了西晋 他为了取得正当性 他说我们是刘邦嫁过去的公主的子孙 所以我也有汉朝的血统 我也姓刘 所以不然怎么叫刘渊呢 然后呢就说自己继承的是汉的传统 所以还把刘备呢跟汉武帝啊 刘秀这些人呢 还有刘邦都放在庙里面一起拜 就可以想象这一招其实是很有用的 那孙权呢 孙权不姓刘 孙权有点尴尬了 曹操曹批那一戏说 我们有汉朝汉县帝的散让 这边是正统 刘备说我有身份证 我汉是中卿 我是正统 那孙权怎么办 孙权不管怎么看都像军阀 他事实上就是军阀 孙家那个吴国实在是说不上什么正统 所以孙权称帝时间晚了九年 他大概在这里想怎么样才能称帝 后来呢 他终于想出一套合理的说法了 所以孙权称帝的文章非常有创意 我来跟各位讲一下 他的称帝文章大概讲了四个重点 第一个他说啊 汉朝气处已尽 该死就死了吧 不要再追究了 意思就是说呢 我没有背叛任何人哦 因为汉朝已经灭亡了 我不是汉朝的成子的 所以呢 我成立一个新国家 没有叛国问题 你可以想象一下 现在为什么有人在宣传中华民国已经灭亡了 好了 那再来 曹碧是个大坏蛋 是颠覆正统政权 颠覆汉朝的人 所以呢 我绝对不能跟曹碧同流合物 我沉默于他 我不就变坏了吗 所以呢 你也休想叫我投降朝位 至于刘备的蜀汉呢 没看到 凡汉已经死了 好再来 我孙权要为人民服务 意思就是说呢 就算我是个军阀 我也是个好军阀 只要我对人民好 我就有合法性啊 对受命于天 这个天心即是明星 好像也对 最后 天下没有皇帝是不行的 现在正统皇帝已经没了 所以上天降了很多祥瑞给我 你看每天都有一个白色的鸽子飞进来 所以呢我不敢违逆天命 只好当皇帝了 好谢谢收看 说完了 有没有觉得孙权说的其实好像也有点道理 是啊 当然了祥瑞这种东西呢 就像阅历一样 家家户户在家里都挂衣服 而且要想要就会有 但是前三者还挺有说服力的 显然呢这三点呢都能够说得过去 所以孙权就很有创意的 替自己弄那个皇帝的名分 更有创意的是 从此之后三分天下的局面就固定了 而且很幽默的是啊 曹丕才是三分天下这件事情 真正的创始者 如果曹丕自己没有称帝 那么天下在名义上就还是汉朝 刘备跟孙权再怎么想称帝也不敢 因为这是冒天下之大不为 虽然谁都知道 汉朝早已名存实亡 汉朝早就已经姓曹不姓刘了 但是只要名分还在 谁都不敢先举妄斗 这也是为什么曹丕自己不称帝的原因 因为他一称帝就把自己加在火上烤 事实上他自己也说过这个话 那我们现在回头看现在的政治局势 中华民国这块牌子就像当初的汉朝 就算谁都知道 中华民国早就已经姓台了 但是不能换就是不能换 东方政治传统原字儒家思想 孔子说啊 搞政治的第一要务是正名 民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事不成 所以非得要正名不可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这个牌子这么重要了吧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讲讲最后一个问题 怎么这集这么长啊 是啊 因为我打算把一次把很多概念都讲清楚 因为每次都会有人问我说啊 刘备知习饭吕 他凭什么宣传自己是皇叔呢 我们就顺着这个正统 反正都已经讲到他了嘛 我们就来把这个吕一吕 如果你读过三国演义啊 你一定对刘备原来的职业非常有印象 知习饭吕 而且我告诉你哦 三国志祖书先祖传的第一段 就说刘备家是知习饭吕的 所以很明显的刘备并不是什么有钱人 那么他的对手为什么不用这个来打击刘备呢 为什么刘备的汉氏中心身份没有被否认呢 只要打击这一点 不就可以彻底否认他那个属汉政权的正当性吗 答案是 虽然刘备确实是知习饭吕 但是他的汉氏中心身份没办法质疑 请注意哈 这里说是中心身份 跟刘备同时代人几乎没有人承认他是皇叔的 除非他自己人 大家都质疑他皇叔的辈分 因为他跟那个汉先帝实在是隔得太远 但是没有人包括敌人朝魏那边 没有人怀疑过刘备汉氏中心的身份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代人都知道这个玩意没办法冒充 所以没什么好否认 你否认等于是被别人嘲笑也没有意义 为什么呢 我们今天已经脱离了汉代的社会生活背景 所以你没办法想象汉氏中心是什么意思 所以你就从人情事故推论啊 从演绎的虚构剧情推论 去想象刘备为什么是汉氏中心来知习范侣 然后讲一堆是是而非的解说 这些东西都很有趣 这些推论都很有意思 但是没什么意义 因为真实的情况是 汉代的中士可以享受各种政治跟经济特权 所以有没有中士身份 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他没有办法冒充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刘备当然自己也知道这一点 所以他说他有是因为他真的有 来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免疫 有汉氏中心的身份就不需要替朝廷出公差 刘备如果不是汉氏中心 对手随便找一个跟他同村的小刘出来指认说 当年你小辈子跟我一起扫大街的 你现在胆敢号称汉氏中心 你好大的口气啊你 这刘备马上就哑口无言 再来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赏赐 汉代中心只要碰上朝廷有大街小青 或是祥瑞出现 就会领到很多财物 当然了分到最下面的人可能没有多少 但是那毕竟是有 尤其东岸是个很迷信的朝代 祥瑞年年有 那这种赏赐也是年年都有 所以同乡肯定知道刘备家有没有领过赏赐 你是不是中心这骗不了人 在汉代所有的汉氏中心都有明确的户籍登记 平常百姓随便就姓刘吗 我们来看一个证据 就是近年来出土的甘古汉茜 建武七年周牧举中士有蜀 蜀记 然后赵书中士有蜀 蜀记皆勿 这什么意思啊 这是汉茜上的内容我翻译一下 有蜀的中心指的是五福之内还比较轻 这个至少也有个称呼 蜀近指的是五福之外 也就是出了五福了已经很疏远了 只知道是很远房的经济不知道怎么称呼了 但是无论远近都还在汉代中士的管理范围之内 他享有程度不同的特殊权利 这是没办法冒充的 那什么是甘古汉茜我顺便说一下 在1971年的二月在甘古县 卫阳香十字道留家挖平 讲这好累 发掘了一座汉墓 出土汉茜三三枚 那茜文使用的是笔墨 就是用毛笔写的立书体 这是标准的汉代官方的文件 内容是一个完整的检测 就是它并没有缺漏 它是一整段官方文件 是东汉环帝延禧年间 这已经在卖官的时候了 已经是汉世昏庸时期了 那主要是要重申维护中世权益的造令本 等于是皇帝的法令下发到县政府一级的官方文件集 你要知道 这时候已经东汉末年了 那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想到 难道不可能有登记错误吗 刘备搞不好是冒充的 我来跟你讲 当时他们记录这个认真到什么程度 汉书平帝记 平帝是西汉最后一个皇帝的 当时说 其实这个平帝就王莽时期 为中世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孙及兄弟 汉元至今十有余万人 其为中世至太上皇以来的族亲各已逝世 郡国至宗师已究之 这一等段是啥意思呢 简单来说 这已经是王莽篡汉时期的混乱时代了 但是登记得当然清清楚楚 十几万人都有登记 毫不马虎 因为汉代还是一个大家庭聚居的宗族社会 跟今天这种小家庭不一样 当时人超级重视亲属关系 尤其姓刘的皇室更是把中卿身份 当成国家大使来处理 因为中卿团结对国家是一个宝藏 所以朝廷其实是设有一个职位叫中正卿 汉代朝廷设有中正卿这个职位 他日常工作就是计算各个郡国里面的中士民籍 而且要不断更新 死掉了出生的都要同时记载 汉书记载中正卿一人中二千代 算是副部长旗的大官 那工作就是长叙禄亡国敌数之刺 及诸中士亲属远近 那郡国每年都必须把这些中士民部更新报上来 而且如果犯了法要处昆刑 就剃头剃头在国家算一种刑法 所以像我在国家就是刑鱼之人 要先报给中正 中正知道了才能执行中士的处罚 这是后汉书里的记载 就可以想见这个汉氏中青的身份 真的不是随便可以冒充的 那么会不会到了东汉末年的时代更久远了 中青身份就稀释了呢 有没有可能刘备是那种什么非常疏远的 他随便冒充的呢 这也不可能 因为恰恰相反到了东汉末年的时候 为了加强皇室的力量 朝廷下令将蜀境中士重新列入蜀籍 蜀境就是那个已经很疏远的那些 本来已经没什么称呼的人 本来都快被淘汰了 重新列进蜀籍里面 重新列为五福之内 因为当时东汉比较衰弱 希望能够加强自己皇室的力量 看到这些你应该明白了吧 汉氏中青在东汉末年是一个公认的观念 你就明白为什么没有人可以随便冒充 因为这太容易查证了 何况刘备呢 祖上举过孝联出任过县令 这种出生在古代社会是广为人知的 因为这很光荣 身份证你可以自己做一张 你光为什么贸任啊 这些亲属关系跟亲朋好友的关系怎么贸任 再者汉代社会安土中间 随便都是几十年上百年的老乡 刘备的宗族市居周骏 就在那个地方居住 如果你要贸任的话 你要必须把整个宗族都一起贸任 这意味着你要搞出一大批临时演员 用来佐证自己小时候是跟这些人一起生活 而且这些临时演员都要替他们编出户籍 然后让他们享受免疫的待遇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刘备不是一个人是中兴 他身边的所有亲戚都是中兴 所以汉市中兴这件事情是事实 远远就在这里 还有啊 刘备跑到益州去称姑道寡的时候 他并没有把家乡的那个卓郡 卓郡就是今天北京附近的地方 的刘氏打包全部带走移民 没有哦这些人都还留在当地 有名有姓有弟子 外有名籍内有家谱 如果敌人想挖掘他的底细 那太容易 事实上我觉得他们也挖掘过 如果刘备的忠视身份是冒充的 对这种可以动摇蜀汉政权合法性的 根本性的爆料 曹魏怎么可能不帮他查清楚 事实上是因为查之后发现 真的是那就没办法啦 事实上啊 历代的大历史学者对这种事情都心知肚明 就连必须不把蜀汉当正统的司马光 也是装糊涂而已啦 因为在名义上他不能把蜀汉当正统 不然北宋的正统就有问题了 知识通鉴虽然并没有承认蜀汉的合法性 但在写这段历史的时候 司马光把刘备的出身记载 从三国字里面完完整整的重操一遍 还刻意把所有的蜀都改成了汉字 很明显嘛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司马文公在想什么 他在用春秋笔法写历史 当然你可能会有个疑问 那为什么司马光不能承认蜀汉是正统呢 因为宋朝自己的正统就卡在这上面 宋朝的政权来自于后州的散让 所以宋朝自己是正统 他就必须承认五代才是正统 再往上追根究底 他就必须承认五代 唐 隋 南朝 东晋跟朝魏这些的正统 所以如果你打乱了这个世序 那自己的正当性就有疑问了 何况北宋是被散让建立的 所以他必须要强调朝魏跟司马的进 取得政权的手段很正当 所以他才不能把蜀汉当成正统 这是历史学者的难处与智慧啊 好啦 这一集非常长 算是从两个层面 把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这件事情 稍微解释了一下 这也是我最近被新闻刺激到的时候的一些感想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些历史知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谢谢你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希望你可以帮我追踪 按赞 分享 我们下次见 拜拜